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窗,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 講完這個Log Horizon 和之前的Q啦Q之後 接著要講到 我開頭都沒有想做專輯的 開始你說的蝕蜜技巧 什麼技巧? 蝕蜜技巧,陰陽師的蝕蜜技巧很高 而且很強 東京昏媽這一套作品 怎樣說呢?其實都是 Ian說 好好看,我之後才重看 我還未說,好好看,我覺得好看 純粹你和貴衛近幾年的動畫 他算是比較少 輕少說他不會走後工作 而且比較注重角色的心理描寫 那我覺得這方面 那季來說算是合計以上 個人表示不是很認同這方面的東西 我除了後工那一頁之外 其餘的所有東西我全部不以認同 效工那個是客觀的東西 其他那些不認同是其他那些東西 你要承認 你無論他動畫版也好 或者原作也好 都會有一些問題 你會可以挑剔出來的 但是你說暫於說 上一季來說 為什麼會覺得比較好看 當然可以說上一季比較廢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他的主題其實比較冷悶 而且他那個 算冷悶嗎 但是我又不覺得 很算冷悶 其實你 不過是將一個 類似魔法大戰的概念 擺在現代 其實 你幸好不是說魔法戰爭 這一種概念其實是 極多輕少的作品 不過你說 他叫做 是拿這個 叫做日本的陰陽術 去做這個骨幹 不是說拿魔法 一些比較西方的東西 沒有一些純虛構 我可以說 兩者其實都有虛構成分 沒有那麼 完全100% 他是都基於現有的一些東西 再去延伸出來 那他只是基於 有那種 有那種咒語 還有經文 或者甚至是 一些系統 中間 你說 一些神學的背景 去做一個back up 那其實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做到 你做到西遊記 在那裏練波音 和me都可以 only you 那些 都可能有出處 但是 我覺得 有一點 可以挑剔 或者 不算完全同意 你所說的地方 老實說 如果我看輕小說 基本上 你說會看超過一本以上的 暫時只有一本非超 我可以用得肉我 我本身就不太看 我舉例而言 我接觸過少少量功 他那種拋書包的寫法 是令人很討厭的 但是如果你說 用回一些 referencing 來計 東京分埃 他就算用到一些 例如說 蜜宗 神道教 裡面的一些 用語 或者什麼 其實你不需要 對那個人 本身有一個 前置的了解 因為他有他裡面 演繹的一套 或者 其實他背景為意義 其實那個重要性 不是很重 所以不會影響到 你那個 對故事 或者對事情的了解 其實我也是那句 我只是當他是一招 攻擊魔法 回復魔法 防禦魔法 即是個名字長一點 只不過是你念那一段奏文 我不知道你會說什麼 不需要 你不用理他意思 總之之後 奏文說完之後 有什麼事情可以發生 那我明白 陰雲堆的東西 你懂什麼 我們不懂 你說了一段時間 然後有一個防禦者出來 防禦魔法 我這樣說 在之前 心翻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 講那個時候 就是講這個 召喚事件 哲敏那位叫什麼 零六 零六 大連治零六 零六 為了救回他阿哥 要救回他阿哥 是要復服他阿哥 阿哥不能救阿 死了 要復服他 人體練成他要 其實有點像 要製品是自己 一個換一個 有點像 人體練成 你不能去否認 他就要用 他帶了整個第一部的主子 一件事叫做 泰山符軍制 那件事出來 本來 我記得我 新版的時候 我也有說過 作為 很多時候 都是這類型作品的 漏病 來的 一個 沒有任何 背景 負擔的主角 去跟一個 經歷過很多事的 所謂的 大角 去說一些 大意想言的說話 是一個完全沒有說服力的說話 然後跟著這樣 不要緊 但我覺得東英紛拉這套 是創了先河的 他可以是說完這套 之後 然後跟著在季 告訴你第一部季 其實 我覺得 舊親人是一件很合理的 不是 救我所愛的人 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那麼 差在就於說 我有能力阻止你 那我就 這些就是正義 你沒有能力制止我的 我這些就是什麼 為愛犧牲 偉大 無謀 當然這個 這個 因為 真的要這樣說 沒辦法 我都不可以 立刻一講 就已經講到 他最後那個位 這個本身是個 就是說 你整套第一部的東西 你 去講 因為 本身你說如果零六 它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或者它之後 不再出現 無所謂了 這件事當淡拍 大家都知道 不存在就 不說就不存在 不說就不存在 這個角色不存在的話 這件事就是不存在 對 有誰記得 我跟他講過這些 因為那時候 這件事裏面 只有三個人 夏木 春虎 還有零六 然後到最後一件事 夏木死了 如果 零六 他不在這裏 或者被困住 是沒有人知道 春虎是做過這種 禁忌的行為 人在做天在漢 在一個角色 應該說在整套作品裏面 起碼由角色的角度 看這傢伙 他會覺得 這傢伙是為愛 而甘於觸犯禁忌 偉大 但是現在 零六看著他之後 說 你現在算怎樣 他有說這句 你現在算怎樣 正常 所以說角色不存在 恩怨情獸 當年第一集 你這樣 吐完我之後 最後一集你這樣 玩回我 我真的吐你的 我本身 我不是很抗拒 主角去救人 去犯這麼多事情 但是 一開始說到這傢伙 所謂的概念 就是 死了的人 就是死了 你不應該將他復活 這樣 說到一大堆 一大堆的事情 然後就說 不行 我女兒死了 我要復活她 你這樣 我是看到那一集 我是說 我整季都看了些什麼 其實 主角由一個 夢都無知的青少年 達入世事 發覺之後 這個世界跟他想的 完全一樣 錯了 你 這句話 只是適合前半字 後半字 就是說 他知道這件事 這個世界是 惡人大了的 他經過這麼多的事件裏面 尤其是你看到的 在整套東京分落的第一步裏面 基本上的惡人的實力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要成為惡人 所以他要成為惡人 那就對 OK 他經過歷練之後就說 做壞人其實是好些的 他終於知道 做好人是沒什麼好處的 在前半節深翻的時候 在前半節深翻的時候說的故事裡 他女兒 只是一張紙 死了 不是死了 那張紙爛了 就是死了 控制那個人未死的 那張紙是死了的 在衝福概念裡面 那張紙是一個人 那他就不用跟他死了 在概念上來說 他是死了 OK 死了不流血的 那 這件事 就是他 當他知道 做好人死了一條女 咦 然後繼續做好人 連 衝禁止那條女都死了 就是他就知道 這個世界做好人是沒有出路的 你不是回應 你之前那幾集 那些聽眾說 沒那麼好笑 你現在用一個好搞笑 不是 不是 的確 只是告訴你 就是告訴春婦聽 春婦是深深 在這個第一 就是所謂叫做東京婚 第一部的故事裡面 春婦深深受到一個教訓 做好人是沒有可報的 就是做好人死了一條女 差不多 那 就是第一部的故事 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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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春婦和 東兒 他們 去到 陰陽 陰陽屬 裡面就讀 其實這件事 當然 我會先會說一件事 沒有看 或有看的聽眾都要知道這件事 其實 春婦其實就是真正的 夜光 夜光的轉身 因為不先說這件事 你一切的解讀力 一切的劇情 你會覺得是很理所當然的 但是當你知道這件事 你就會發覺全套戲裡面 很有計劃的那些人其實都是有病的 不要這樣說 不是 你這樣說 你神角度來的問題 但是你由當時 那些人看不到現在 你會覺得 不是 有一個人是知道的 在那個情況下 他老爸 他老爸 他老爸不出聲沒事 但是你要明白他老爸的目的就是 他老爸的目的就是 但是不想被人找到夜光的轉身 所以才推下木去死 就是 就是 就是說什麼呢 為了 保護 春婦 兒子 簡單說 連知道春婦的青苗竹馬 應該是他的女兒 或者他最喜歡他的女兒 都要推他出去去死 就是 你注定孤獨中佬直情 你知不知道他老爸的計劃 甚至是 我講的一件事 開頭如果他真的這樣想的話 堪稱完美 第一 現在 計劃裏面 他令到下木 只能夠找一張紙 和他的兒子交換 現在大家都知道 至少 我不知道陰陽式 陰陽式的東西 我不懂 和一張紙交的東西 會不會刪到下一代出來 那 at least 你又想和大地人 不 at least一件事 夜光的後代應該是 因為九代單傳來的 春婦應該是 我在暫時劇情裏 我未看到他有第二個兒子 怎麼會本家來說 本家的 絕本家後 就是說他為了封擦夜光 是無所不用其極 那 看不到你 看到了 然後跟著 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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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作為一個黨慈牌 他預了就說 這傢伙 總會有一次 他會糟糕死的 這樣也行 那 然後 正正的計劃就是 因為這樣就是 他為了把春婦收起來 之後 聽了我講 這一大輪的事 就知道 他老爸是為了保護 不讓人發現夜光的轉身 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包括飛車丸 封鎖 那些 飛車丸 簡直是把他收起來 而 不是收起來 封了 即是 美妹 他是被他老爸 也是一張紙 封印 封印 而春婦的法力 也是被他老爸封住 令到他好像是 他沒有一個陰陽師的才能 沒有見鬼 最基本見鬼的能力 對 即是普通人 你要明白 正正就是 因為這麼多的因素 很明顯 他老爸 是想完全封殺這個兒子 他只是想他在鄉下耕田 你要明白 公開出來之後 很多風雨 那爸爸決定 我也是正確的 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 但是 甚至 到下 下目 很想 阿春婦 去陰陽師的學校 但是 本家最高規格 那傢伙 依然是他老爸 他老爸可以說 NO 但是他老爸完全沒有反應 然後 還說 還給了 封車 不過失了億 是調教過的 不是失了億 是記憶 能力 全部都封印了 所以 這個case 裏面 就是說 我們有 之後 回帶之後 我們有神視點 當然其他角色 是不會覺得有違和 這件事是很正常的 但是 唯獨一個就是 他老爸是很有問題的一個人 就是 你有沒有人有辦法 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他老爸不阻止 他老爸 當然 他老爸是一個 看水很厲害的人 簡單 不是看水 人家是官星 榮星 不是看水 你不要說到 你不要說到 酒小販 那就是看水 他是一個看水 很厲害的人 但是 完全是光看的話 我可以的 這條人就說 嗯 我都知道 終有一天會這樣 他說我都避不到 但是 如果避不到的話 那你封印著春虎的魔力 又是為了什麼呢 你明白 做到但 不成功 和沒有做過而失敗 是兩件來的 沒錯 那爸爸盡力 我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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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也不給 那我盡力 那我覺得在學校 應該要阻止他 at least 不會給他一隻風車丸 老實說 若然他是 他是不想 老實說 對他來說 我覺得他對他的 阿春虎 都是沒有什麼感情 其實 是非車丸 非車丸 不是風車丸 我都覺得有點怪 故事裡面 你看到就是 其實 他爸爸是完全是為了封殺夜光的轉身 因為這個 他覺得 這個兒子 變成夜光的轉身 其實他都不理他 其實他都不理他 都不見他 至少我 沒有看原作的 我看動畫裡面 我沒見到 當然一句對白都沒有 他們一句對手戲都沒有 直接 你說哪兩個 阿春虎和他爸爸 與親生爸爸 OK 我會感覺就是 你 等同於 通靈王 生了阿好 出來之後 他爸爸都是一直想殺死阿好 這裏的案子給我的感覺是很像的 我只不過他一直想說 不過他又仁慈少少 他就說 我不殺你 不過我將你所有的才能 全部變成潛能 還要潛到很潛的那隻 OK 然後等你留在 那個鄉口那裏 普通學校 對 等你孤獨中老 因為你找張紙的話 肯定就殺不了 下代 對 生不到下一代 應該就理論上 我看陰陽術 可能生到什麼 我看少陰陽術 當然我不會陰陽術 陰陽術 我認識鬼 那 在個案子來說 他爸爸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奇怪的存在 OK 到入到學校裏面 當然 其實主角的好同伴 固然要增加 正常 那 首先 除了 除了本身的刀兒 加下木 加上 一開始不斷搶她的 荊子 又不是天馬 荊子的角色 其實 其實我覺得動畫和原作都做得比較奇怪 因為 他一開始不斷搶她 然後有Fang到打Bang 那 其實崩壞得很快 首先 荊子這個角色 我覺得 他就算不是一個老殘 他也是有色弱的 色弱 很小的時候 見過一個男生 之後深深的愛上了他 你說頭髮 然後 一個是紫色頭髮 一個是黃色 一個是金色頭髮 金色頭髮 都可以 對於小時候 會有模糊 然後 自己會後來 勞捕造身體 下去 如果我這樣解釋 荊子其實是因為喜歡紫色 他覺得 應該是他小時候 認識 其實那段 很可憐 動畫也切了 他們小時候 了解 交換 雙色那段 所以你會覺得 就算去到後期 整套動畫 都再沒有交代過 這件事 其實那段 那個小孩子的 關係 或者小孩子的 語氣 其實是會 你可以銜接到 一開始 荊子那種 處處逼人 吃著他們 在說那些東西 但是動畫 切了就更加 奇怪 轉得 因為其實 我覺得這樣說 始終 在動畫裡面 荊子處處逼人 那件事 我都算了 但其實 他給不到那種 他真的很想令到夏木 注意他 即是他那種是無理出行 不是 不是令到夏木想 注意到他 其實他是 即是 其實他的目標 因為夏木說 我已經 夏木說 我已經忘記了一件事 因為 不是我本人來的 還要我是女兒來的 你說喜歡 你喜歡了一條兒子 很明顯的 在一個邏輯虛理上 夏木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大家都要知道 他不是這樣問他的 他是問他 記不記得小時候的那些東西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忘記我小時候見過你那些東西 他就這樣說 沒有說 兒子 女兒 沒有那些東西 這個case裡面 荊子就很快 其實他快到的程度 我覺得是 什麼 近年看一套 速度 跟一套 輕小說裡面的 某一個女角差不多 那套就叫IS裡面 英國那位女孩一樣 打完一場之後 就很感到聲門 他還沒聲門 他又 不過 很快就說 立刻的態度 轉變得太快 其實 很多輕小說都是這樣 打完 以權交心之後 就 對 以權交心 交意之後就明白了 對不對 我覺得沒問題 那女兒其實想 忍她 不是真的 因為她想忍她 做到目的之後就搞定了 OK的 這個不是太大違和 另外 另外一位角色就是 天馬 天馬簡單而言 這個真奇怪 簡單而言 就是一條廢柴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動畫最大的敗北之一 如果你要數的話 因為動畫是咳天馬 咳得最厲害 正如我之前和人討論的問題 就是 你是完全不會理解到 為什麼在後面 東兒和寧錄說了鬼 那些東西之後 她說叫大家一起 有什麼事大家添人 你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會叫天馬過來 一條廢柴 你叫她過來做什麼 我也是這樣 我認同 I am說的 這條 這條 我堪稱為廢柴 當然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在主角裙裏面 個個都 很有實力 很天才 的情況之後 都是特例 個個都是裂陣身 但是個個都 power都高了 媽媽都不認得 又是演型那種 其實 無法測量 除了下目之外 講下目的角色 你就當心說 是不是 不是 就是這樣 天馬動畫 我沒有看少許 其實我初期 基本上是個廢物 大家想到他 做過任何事 他最多是覺得 他可能跟主角 下目他們 跟他的朋友 一起 就叫做 你要知道 你的 hi by fan 和你必要時候 需要作為戰力的 夥伴 是兩回事 我知必要時候 你的戰力 答案是平時 我原來聽到他 哪有戰力 但問題就是 他可取的地方 或者是他一些伏筆位 是全部沒有了 這個 這個是最慘的 這個其實你可以套下去 輕小說裏面 很多都是 就算最早期的下 開頭 阿佐藤那班 他們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 他們只可以在 日常回道出現 在戰鬥會 戰鬥會是要經過 一段時間鋪排 告訴你 他有什麼的實力 還有在特定的情況下 才可以把這個角色鋪落 在戰鬥的情節裏面 是啊 我用這個例子 天馬在這裏 只做過兩件事 打爆自己的結界 第二件事 潛入隱形術 潛入隱形術 潛入什麼 人家正常進去 問題是什麼 他原作 打破結界的那張符 那個位置 他是剪一段的對話 他的隱形術那裏 其實之前 就是連著他擺符 那個位置 我特意有看動畫 那個位置 他那個位置最初 就是說 大友 即是黑子 教他們幾個人 隱形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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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人發現 就會被那些飛飛下的燕子 綁住 那些菌綁術 那些燕子是人工色神 其實就是天馬 天馬的父母 製造出來的 是 所以就教他隱形術 那如果你看動畫而言 你就會看到最早被人綁的 就是 春婦 因為他本身奏力 他的靈力太強 很容易外洩 所以就被人捉了 那當你看到一眾的動畫 角色 鏡頭都是 在 阿春婦的時候 突然間他會拉回 那個圓鏡 那些人的比例 全部小 然後你會看到 那些傻人叫做天馬 隱形術 突然間 動一下動一下 然後又被燕子綁了 趴在那裡 就是他純粹動畫 做了這件事 那原作他有說到 就是天馬的隱形術 做得不好 已經早走了 就是已經衰了回家 那其實有說到 他是沿路回家 不斷在那邊練 不斷在那邊練 但是總是覺得自己不好 跟著才回到去 見到那個奏術官 就是正確本身 就是 尚馬塔吉康那個 那其實他有說 他隱形術做得不好 其實就呼應他最後 他隱形術做潛入的位置 但是他就切掉這個位置 應該這樣說 他要令到一個角色 立體那個時候 你覺得他應該是 發揮那種功用的時候 其實 那鋪牌在於就是 你要去明顯 去告訴你 這個人的特性 就是說 好像天馬這一類型的角色 他叫做什麼呢 他很肯定就是 他的實力 是一定會有一定的 一定的極限 其實是 他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但是 正正其實 你要表現的事情 就是說 故事裏面 都是輕輕的大句 正因為 他知道自己做到些什麼 而他一定不會去做超越 超越他能力做到的事情 所以其實 你要表現這個人 是一種 他是很穩定的 但沒錯 他只可以打游擊 或者只可以在外圍支援 但是 正正就是因為他做到這些事情 原作的問題就是說 他只有一句說過 就是說 他們去合宿的時候 做咖喱 他說 沒錯 下目他們做得很好 但是 做得最全面 穩定地平均 那個是天馬 所以其實之後 叫他們去 六個人 有個原因的 因為剛剛合宿之後 就叫開那個會 他有說過就是說 他是平均 全部事情做得好 不是出色 但是平均地穩定 但是他這件事沒有 還有本身 其實他無論原作也好 或是動畫也好 天馬 作為長期 從來不是一個戰鬥役 所以從來都沒有反映過 他如何地平均地好的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想這樣說 以動畫來說 其實他整個的故事裏面 他 rant很密 因為你看到每他癦 京句 京句幾三話 這種關於你對方 你打算是視乎 魔法禁書目錄 一場itta大星 霸濟 galaxy 那樣戲符紀斗的戰爭 他兩三集變其打side 他扆成喱了 iy편 其實他裡面講了很多分線 其實上次 starter 兩邊三邊 不止主角群 主角群的指導 大友 十二神像主要是鏡子 還有陰陽廳那班高官 還有學員長 其實是很多條線在做事 這給我開始的感覺是 他做出來的味道有些 有少許魔法 有少許目綠的感覺 我不要說影子欣因為不是抄 感覺在裏面是多線發展 主角只是身處在這件事件裏面 他未見到的就好像 第一件事件就是叫做夜光派的人來捉 夜光信者搞下木 不是搞下木捉下木 當然在那個位置裏面 我會發覺下木真的很廢 他的廢不是一般的廢 他的廢是那種 洞廢 什麼 別人以前的騷擾 他那個廢物的程度 是好像我們看一些動畫 或者星小說的橋段裏面 他說一個人很有才能 然後下一個回合就被人打爆 那些人 那些配角 你心想要說我同樣的事 就是說這個人很厲害 但問題是他找人幫忙 下木就說他們很厲害 但動畫面你會看到他們 他很厲害的狼 對 叫狼之後就沒有了 還有做色神 男不斗 對 他只是cosplay能力高 我承認他可能某方面 天才那方面的天才 可能某一部分的天才很厲害 但問題是 那是否叫厲害呢 我相信 可以用一套 之前那季都罵得很厲害 魔法戰爭裏面 阿六 他就說這傢伙是天才的高才生 但你整套三集裏面 而他做過的事會做的就是 被人捉 被人打下 被人捉 被人打下 被人捉 被人捉 被人打下 他被人捉 下木有微量 listedido 下目最起碼就是,就像剛才阿姨所說的,他有一條狼,或者這樣說就是,其實他不能夠表現,在這裏呢,其實他不能夠表現,這個其實都會涉及就是,無論是京子,冬儀,天馬,還有下目他們,你要表現就是,其實他一直都有,我一直都感覺到的,其實,就算你統稱你叫做這個叫做你是陰陽師, 但是你們的特性是不同的,就是有人可能是擅長防衛,有人可能是擅長攻擊,有人可能是擅長,就是完全火力的,但是他是需要人去保護,去叫做這些所謂叫做玻璃炮台,這些就是陰陽聽十二神像,那邊他們有的定位,但是這邊這六個就沒有這個定位,其實你看那個層面,其實是有的,下目是一個玻璃炮台, 冬儀和春虎,春虎是一隻坦,天馬是,天馬是支援,其實都是最厚重的,是最負助營的,然後跟著, 京子就是坦那個玻璃炮台的人,或者走來走去,支持戰線,京子其實,因為他自動隊, 然後跟著你再加上,零六樂利,放大招他是,其實他都是,大招, 叫做保護,叫做保護,火力型的角色,還有去做一些防衛,支援防衛性的工作, 就是你看到零六其實,沒有,萬能型,幾乎是,他幾乎是, 他只是一個沒有實戰經驗的十二神像而已,為什麼最初不找回同級的人去抓他? 但是,而他其實,你叫做什麼,在學習的過程裏面,其實你說,我們想看, 無論你要Percent天馬也好,其他比較次要京子這些角色也好,在擔當的崗位上,其實你是需要, 就是說,在教大友老師教的時候,不是教你隱形,隱形術都其次, 你是要假如說,每個人都有自己,因為其實,春婦那些,尤其是,最好的表現方式就是, 春婦這傢伙是沒有才能的,在那個時間點裡面,被定為一個沒有才能的人來的, 他是一個,那其實,他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他最簡單跟著他找到他的定位就是什麼呢? 他原來是一個寵物小精靈訓練員, 我找阿爺和阿爺一齊出擊,那就沒有問題了,他和阿風姐一齊出擊就沒有問題,幾巧少女,這個就是在說的 其實又不是的,他的說法,無論動畫也好,他都有提到的,就是說, 春婦的特點是他的靈力大,但問題是,他要將他的靈力轉變成奏力,就很有問題, 因為他熟不熟書,所以他很靠大友給他的知事不像,可以將他的靈力轉變成奏力, 這方面動畫的表現是比較差的,因為原作有講外石像,不單止可以當盾,吸收攻擊,轉做刀刃,有這些功能的, 動畫其實就難去表現到這件事出來, 不是,動畫是,動畫是最不能夠表現的東西, 我為何要給你一些像,為何我要這麼特殊對待你, 大有老師說特殊對待,夏木,我都還,因為,其實他本身,大家都知道他是有些東西,有些背景的, 其實他是為了保護夏木,那些東西,其實他才來到這間學校,某程度意義, 是這樣的,OK,但是,你幫春虎做甚麼呢? 這個又反過來,無論動畫也好,原作也好,其實有個位置有提到, 就是說,他們有講過,這三個人,大友,大友陣, 大友陣,城次郎,和祖月女,三個是三十六班的,三婚鴨那些, 其實他們當中兩個人都講過,就是大友第一次見, 和幼女前輩,就是祖月女,第一次見春虎,動畫原作也有講過那件事, 咦,有個封印,他們察覺到春虎是有個封印的, 沒有,但是你這裏,他又見不到我封印了一條狗尾湖, 原來我封印了一條狗尾湖在我的身體裏面, 就是說,你OK,你有這件事,好像說,沒有隔離, 很多你,胡忍就算一套這麼爛的作品, 我可以這樣說就是,你所有高手,就算自來有一些, 一來到就見到,這條彈省其實是有些東西在我身體裏面, 就是說,你要去避這個,因為其實,怎麼說呢? 其實直接這件事是衍生到就是說,當我們知道, 春虎其實才是真正這個夜光的轉世, 他說,喂,你全部說了,我說東儀都可以, 其實老實說,我是說哪一個都可以,其實我是說, 天馬應該不行, 你不知道呢,可能天馬就是為何,為何這麼沒有才能, 就是因為他又是被人封印了呢? 其實他是日光的轉身來的, 剛才我們講到學校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學校本身有些定科一定要讀的, 即...即使他 即使你春虎, frequently他們每個數目的那些副職業就是... 這個比喻錯,這個比喻應該是Face Day Night,Caster的寵物小精靈還是阿薩仙? 不,差不多啦 Master的Caster是阿薩仙,輪著來的 這些老小會是下線來的 學校有固定科,一定要讀的,不關你什麼屬性 坦也好,寶師也好,都要讀這些基本科,我不會計他讀這些科 這方面可能就是,就算不看側面都是看負面,就算老師大陣知道阿春虎是下幕的色神 解釋了色神給一件武器,他又不是特別的怪事 動畫面沒有說到這件事這麼誇張,就當是普通武器用 正正你都講到一個問題,即是這張畫,你用它吧 然後經歷幾次見到你會發覺,這件是Legendary級的武器 神器 神器 甚麼? sólo對照 Bone 酷 師傅 大友致奈小里 神器 address 齁 百分构 誰知刀不夠打,那肯定是要把更厲害的東西放進去 現時背景的起源是這樣的 有點隨便吧,我感覺是 算了,其實有交代的 這一節我們講到,各人的電話 我們下一節會講的就是 所有的大事件 大battle 還有一些角色,其實也不是全部角色做得不好 有些角色我都覺得真的挺吸引的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